请各位就这个范例档打开这个,那未来当然还有其他的范例档 有些的范例档,像这边前面有编号这几个,这个是利用那个 我刚有推荐各位那个468招,就是有一本那个Sale函数 那本书里面我抓出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 范例档拿来当成我的这个一个范例 那但是我这边跟他最大不一样是我的解法跟他不一样 第二个是他那个书里面没有VBA 那我用他的范例再补充VBA OK,所以基本上,而且我是有挑过的,我觉得有些他有些范例其实编的也 不能说全部都很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 不是那么有代表性,那我就跳过OK,所以这边有一些有兴趣同学也可以 在看过 那我先大概说明一下,这里题目 首先的话呢这个 手机在这个栏位里面,你要把这些按照上面的规则 这个上面规则,前面加个09 有没有,就是用字串 这边再串接,串接这一个 再串接什么,后面这两个 可是如果说呢,今天他里面呢 假如他的长度 不到三个的话 那你要补0 如果,所以如果他的长度是2的话 两个字,3-2的话,那就要补几个,补一个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呢,那你要补一个0上去,那我要怎么知道 他的长度是几个 然后呢,我可以用什么,用3来减 减完之后,我就知道要补几个 那这个规则,实际上就是 先知道长度,可以用LEN 要重复几个0,可以用REPT REPT是叫repeater repeater什么字元 几次 OK,那所以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我可能 的答案大概就是 第一个 如何利用REPT加LEN 像这样的方式就把它解出来 那因为这个题目是在 某电信公司,他们内训的一个题目 我就觉得不错,就拿来用 那不过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资讯主管是认为,这个方式还不错 所以他就 有规定说要用这样的方式做 因为他们里面客服人员,如果 不懂的一些函数的使用 恐怕 这是一个大问题 OK 那当然除了用这个方式之外,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当然有 有没有其他函数可以取代上面的方法 当然有 OK 好,所以内建 这个是属于内建函数 你可以从 插入函数里面呢 可以找到你要的功能 那基本上呢 这几个通常 就是在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文字这个 有没有,文字这个群组 那各位可以在什么呢 REPD的话 实际上就是这个啦 底下其实他都有说明 那使用函数的观念呢 请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要慢慢的 不是死背函数的用法 而是要知道说 其实他都有 相关 你要看懂 他到底要传什么 你只要看得懂以后反正 无论这个函数你有没有使用过 其实你只要看懂 你也会马上可以 可以可以用 因为他有固定的逻辑啦 只要你知道这个逻辑就好了 他基本上会有一个参数怎么传 好,底下有个说明 另外有个更进阶说明 你知道他看这三个 我想 大概百分百分之 九十应该你都会用了 那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如传太多东西 你可能还不太知道的话 那没关系啦 反正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书籍 其实也都会有一些 一个答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第1个就是你可以用REBDLN 函数部分怎么做 第2个的话呢 那如果说VBA怎么做 有没有比较快 其实 当然呢 VBA我刚刚讲过 他至少会有两种 VBA 所以等一下这个VBA部分 第1个是怎么 一键完成 所以一键完成就是这边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所有东西都做完了 可以这样应该感觉很棒吧 可以按下他 按下门号 有没有发现 全部就OK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VBA的第1种形式 就是一键搞定 那当然这个是算小case的 你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按下去之后 自动光临 输入资料 格式化 做表格 反正弄好你要的东西 或者删掉你要的留下不要的 等等的 最后呢 再产生报表 输出 那输出可以是列印出去 或者是输出成PDF 一次就搞定了 而且如果你有多个工作表 没有 你可以一次就全部通通搞定了 那感觉应该是非常好 但是就按部就班 我讲过了 这程式不可能说一下子写的 非常复杂 但是你要写复杂的程式之前 一定是先从 基本的开始 如果你 就是你的根基打得好 你后面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 当然底下会有两 就是两个按钮 反正等一下这个练习 这个清除 如果你要加个清除 清除的话就把这个东西清除 可以按下去 它可以把你的资料显示 清除的话就把资料给清掉 所以 第一个 如果人家问你说 VBA 到底能做什么 那你可以回答 第一个 你是要一键完成 OK 第二个呢 它第二种形式是 它也可以 不是一键完成 而是可以什么 量身定做 在 游标放这边的时候 插入函数 那 内建的函数 如果完全不能符合你的需求 常常会有同学说 老师我想要做什么事 在 那在函数里面有没有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了 那没有怎么办 你 可以自己 把它产生出来 这个就是什么 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 制定函数 如果你加了之后呢 你可以在那个 类别的群组里面看到 一个叫使用者定义 但是特别之后 这个使用者定义 是你有做 VBA 加了VBA之后 这一个群组才会出现 所以等一下 你们看一下 你们群组里面 不会有这个东西 这个是 我有加入VBA 才会有这个东西 那里面当然你会想说 那可不可能就是我插入的时候 给我一个 手机的函数 那我只要怎么样 很简单吗 一个罗布 一个坑 它可以跳出什么 跳出三个 三个东西 跳出那个三个 三个格子 第一个格子 第二个格子 第三个格子 它就会秀出最后的结果了 按个确定 结果就出来了 那跟这个最大差别是你顶多是点它两下 它就 全部做完了 OK 这个叫制定函数 应该可以懂 所以 VBA 至少会有这两种形式 那哪一种形式 比较好 那就看你工作哪一种 你觉得哪一种就哪一种吧 反正就是可以完成你的工作是最好的方法 OK 好 那这个方法呢 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 这边要选三下 那你可不可以帮我改成 直接这样拉一下 就可以搞定了 对不对 那更好 对 所以这个好 好问题 所以后来我没有延伸出来 就是插入环数的时候 然后 因为同学问嘛 可不可以不要点三下 我只要点一下 所以后来延伸出叫手机 后面加个范围 范围指的是 刷一下就好了 因为未来可能你有很多个来源 那你要点很多很多很多个的话 不是很麻烦吗 那可不可以在 同一个范围里面 你就刷一下 他就按一个确定 有没有就一个格子嘛 你就给他一个范围刷一下 刷一下之后呢 他会带给 他一个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有三个东西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阵列切开来 先抓第1个 抓第2个 把他组合之后 再返环回来 我按个确定 结果也会 好有没有 而且这其实还蛮实用的 很多地方应该都可以用的 派得上用场 以后你只要刷一下 结果就出来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像这样的函数呢 可能 本来应该是不存在的 那如果有的话 不是事情就很快就解决了 那你的工作里面应该 我想应该 非常多可以写的 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在想说 干脆就找一个人 穿门写这些 大家都会用上的 然后最后呢 再把它分享给大家一起 大家很多 共通的事情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不过我相信 这种需求一定 一定是存在 也需要有这样的 这样的人 去做这些事情 提高效率 那OK 所以 总共呢 我们待会 大概就先来看一下 第1个 如何 先用 内建函数完成 第2个 再来看 VBA 那请各位 现在还没了解 那个 就是 IPD 在 之前 其实 做这个之前 先看一下 这两个函数 还有 跟 那个 文字有关的函数 所以你们等一下 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稍微了解一下 在文字函数里面 这个群组里面 你到底 认识几个 OK 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这个asc 不知道有没有用过 它很简单嘛 它是 转为半型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资料里面有 全型资料 你要转为半型 就用它就好了 如果顺便问你 那可是 我想要颠倒 因为刚好我希望把半型转全型怎么办 请问 要用哪一个函数呢 其实就是用 这个 为什么我知道 因为这边就有答案了 转换为全型 所以特别注意啦 如果你要把这里面的函数 至少你要 了解的话 你就反正 你就是稍微点一下 即便 你不太知道 这到底做什么的 你再弄一下 弄一下 至少 然后呢 有些 函数你没用过 在468招里面 这些都有放力等 反正你去把它做做看 这不然的话 你Google一下 关键是 也会有网络上很多人分享 你每一个每一个 如果说 比较重要的函数你都用过的话 那我想 将来你要解决问题 至少 你会有一定的能力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那不过 这当然 如果看 可能太多了 我们先来 来解决重要的 第1个IPT IPT怎么用 其实游标先放在 C3 插入函数 一样用文字里面的这个REPEAT 那REPEAT是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根据这个人的销售量 100笔 给一颗心 OK所以呢 我要给什么 TEST就给心 记得 这个 因为等一下会向下填满 所以我先怎么样 按F4 F4通常两个都锁了 不过向下填满 比较标准的做法 应该是只要锁 列就可以了 有没有在列上面锁一下 给他一个钱的符号 那几次呢 根据这个销售量 除以多少 除以100 那你会发现 Return回来就是一颗星 但是实际上 这个不是那么精确 你会发现 这个除完之后 它是1.58 还好它不是出现 1.58 就变半颗星 还好它没那么厉害 所以 所以变成说 实际上只有一颗星 当然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把这个的结果 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 所以基本上应该 在这前面加上什么 INT 或Rundown都可以 把它包起来 OK 第一个 按确定 那也许你可以把这个稍微置中一下 向下填满 就做出来了 IPT 那Labs的话 可能应该 我想应该不难 就是 从左边算过来几个字 但是这一地方 会有延伸题 如果说它什么 前面有一个性是 后面有个性别 假设我今天希望 这个Labs是抓 它的性 性别是抓它的称谓 那可是性别 这个时候 当然就不能 Labs 一个Labs 可能这边 还要延伸性 多一个IF IF在下一个章节 会讲到 逻辑判断 如果是男 输出先生 反之 也可能输出女士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想 等一下 自己可以稍微 试试看 那Right 我想差不多 这个给各位练习 那LEN 长度 这个应该不难 这边有一个是 LEN LEN OK 那当然你可以怎么 他会问你说 Texter 给他一个文字 他会帮你算什么 里面到底有几个字告诉你 后来呢 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底下 有个什么 LEN B LEN LEN B 到底有什么差别 特别是 底下都有 都有一个 说明 不过说 说明看完之后 也许你还是一头雾水 因为他讲的太 专业促语 那简单讲起来 LEN是算几个字 LEN B B的话 指的是byte 就是算 他有几个byte 那当然 如果你今天 是 都是半型的话 那都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 有全型的 比如说你那个 H是全型的话 他就算两个byte OK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 你要判断资料里面 有没有 全型半型 或者干脆 就 转全型半型 另外中文也是两个byte OK 所以 像有 后面有一题是 你怎么知道说 在某个资料里面 有没有中文 中文是有几个 其实也可以用什么 转全型 转半型 去 加钱 你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里面有几个中文 如果说 比如说你的储存格里面 有中文 有英文 有数字 那你可能只希望留下中文 该怎么做 OK 这其实也是 可以 在我那个范例档里面有提到 那这一题的话 就是 LEN 那我 按确定之后 他会问我一个test 我给他一个 一个 储存格 那当然向下填满 得到我要的 当然你 这边可以顺便再加一个判断 是不是正确 因为身份字号 就是刚好要十个字 对 所以你可以 再插入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这个当然是下个阶段也会提到的 if if 里面呢 当然就是一个逻辑 逻辑给我吧 这个的长度 等于10的话 表示是正确的 也许你给他一个y吧 假设不正确给他一个n好了 OK 类似这样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底下填满 得按就出来了 那这个性别部分的话 我想 各位可以 试试看 这个性别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从那个第 几个字 第2个字 1跟2 去抓他的性别 当然不会有3或以外 身份字号 一定是这1跟2 第2码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知道到底他的性别为何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用什么 用mid的函数 因为你laps不行 right也不行 一定要mid 中间 这个mid的函数 非常的重要 其实尤其它切字串 用到的机会非常高 那你抓回来之后呢 你还要再判断 所以可能要分两阶段来处理 第1阶段你可以插入一个函数 用那什么 用文字函数里面 mid的函数 OK 那一样嘛 给他资料 第2个问题是说 START 这个是LUMBER 就是说你要从第几个字开始算起 那我要第1个 第2个字开始算 OK 1 2 第2个字 那我要几个字 我要1个字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给你 你要的这个字 刚好就1 OK 那特别注意 是这个2指的是1 2 从这个字 这个字开始 取几个字取一个字 刚好就起这个字 那特别注意 这边呢 这个回来的1 跟 那个数字的1 是不相等的 特别注意 这个1 他前后有双引号 所以 记得将来你在 比对的时候呢 记得也要给他是 文字的比对 你不能给他那个 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给这个 前后双引号来比对的话 你也会比对失败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按确定好了 你会发现这个 那 比对你可以第2阶段 再利用if函数 假如说你要用 逻辑函数来比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这边按一个if 一样把刚刚 我的习惯是把那个 密的函数减下来 你可以分阶段 第1阶段 第2阶段 第3阶段 其实可以一直减下 一直贴上 如果等于1的话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地方切出来 理论上1 可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数字 特别这个是数字的1 他回来就false 表示说 不一样 那怎么样才会一样呢 这样才会一样 前后一定要加双 才会出 OK 那可是 之前就有同学问说 老师可是我的工作里面 常常后面这个数字不能够加上文字 通常都会给一个数字 那我没有办法动它 那我可不可以 我不要动后面的 但是我可以怎么样 也没有办法动前面的 意思就是说呢 它切回来之后是个文字 那有没有一个函数 它是可以帮我们怎么样 把文字 转成 数字 诶 那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找一下 文字函数里面 就有提到了 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我们先把这个先做出来 那其他的话 请各位再试一下 这个是男 这个是女 OK 好 那向下填满 诶没问题 可是呢 如果说 之前同学问了 就是这个假设 说这样 我不要改这里 那我可不可以改前面 其实你们可以查一下 在插入函数里面 的文字 其实里面就有一个 就是 将 文字 转换为数字的 哪一个呢 往下找 其实答案都在这里 它有说明 不过因为这样往下找 你可能要找很久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 其实它就刚好在最下面这个 将什么 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所以呢如果说你要用 刚刚的逻辑 你可以外面再包一个value 答案就出来了 OK 这里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做完之后呢 再试试看 综合练习题 REPT LEN 怎么把它做出来 画面先欢给各位试试一下 谢谢大家 练习是 Fe� ... qué 畅 说 好 误